早日時下 幾萬的人 包圍國風暴空氣了後 早晚在臺北到臺南 也替洪仲丘來基盤 尤其是暗會 在臺北臉上 點這個蠟燭來哀悼 洪仲丘的這個代表 加上感謝社會國家的幫忙 也強調 希望弟弟不會白白犧牲 不要讓社長的事情再發生 一趟日 歡迎 他臉上 混混點蠟燭 放在洪仲丘的商品領頭 也擺出建議的記 這場為六分下屬洪仲丘基盤的 對手暗會 去參加幾千人參加 人家家秀出面 公開感謝民眾一路設定 也重新一定要找到真相 這場對手回後 賣家住到社長不幸的家秀 站出來疾空 他們心疼自己的小孩 健康立誤 所以是冷冰冰的為替洪 扛出來 洪仲丘的這個強調 要讓違法亂記的人 手腳出發 讓正義能夠實現 這樣他弟弟就不會白白犧牲 那也希望說 仲丘今天這樣的犧牲 可以喚起大家沉睡的一個正義感 另外一方面 洪仲丘必須賣成台 早也提起基盤對書會 現場國防部副部長楊念祖 鄉鄉出現來投資 結果稍微引發民眾不滿 大聲說要愛情商 這麼多人也點了 穿前翁青蛙 現白會來哀悼 現在的學部長也讓 約滾風要好好檢討 祝你不要讓小想的事情 又一次發生 記者 總共報道 我也是